目前马来西亚市场的最畅销 B-Segment SUV 是 Proton 的 X50 但是这款车很快的就要迎来竞争对手 那么这款车是谁呢? 它就是来自 Produa 的全新 B-Segment SUV 代号是 D66B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款全新 SUV 的故事 哎哟 没有油? 要打油了 有什么一张推荐? 哎呀 去 BH Petrol 啦 BH Petrol 的 Infiniti RON95 跟 RON97 可以有效的保护和清洁油嘴 降低油耗跟排放 提升动力 减少对人体还有环境的危害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 为什么会有这款车的消息流出 其实一般上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新车上市之前原厂都会安排一个 Surveyor 的活动 邀请一些人士到场先率先观看这一个新车 而就是在这个 D66B 的预览活动上面呢 被一些参与者曝光了这款车的消息 在这个 Surveyor 活动中呢 Prodot 把这款车叫做 Model Q 而且他们很明显的指定对手就是 Proton 的 X50 那么这款车是什么车呢? 实际上呢 我们获得了一些关于这款车的消息 但是在图像的部分因为保密协议 所以我们不能曝光 所以我们先来讲一讲它的这个基本规格 首先在车身尺码方面呢 它跟这一个 Proton 的 X50 非常的接近 旁边呢 我们就会列出两款车的车身尺码差异 至于价格方面呢 这款车会在 73,000 块西掉 比起这个 X50 便宜了一点点 OK 这款车还有很多技术细节 首先它是采用这个全新的 DNGA B 平台打造 也就是说跟这个 Elza 还有 Toyota Vios 是同一个平台 预计它的轴距长度会是 2620mm 这样的遮身轴距呢 其实算是非常大的 所以可以预见里面的空间表现会非常的出色 除此之外 这款车因为采用这个 DNGA 平台打造 它的操控表现 它的安全性 以及其它的细节方面呢 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进步 这几年Produa 推出的车款呢 都会有一个兄弟车型 而这个 T66 B 的兄弟车型是谁呢 根据一些消息跟印尼媒体的爆料呢 这款车其实是一款还没有发布的新车 它叫做 Yaris Cross 诶 这个 Yaris Cross 不是欧洲市场的 Yaris Cross 哦 而是东南亚市场专属的 Yaris Cross 预计会在 2023 年的下半年间发布 Yaris Cross 之后才轮到 Produa 所以我们预计 Produa 这款 V7 SUV 最快面世的时间 也要 2023 年的年尾了 大家不要因为它是东南亚特空车而小看它 因为目前 Produa 车款的配备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目前我们在这个 Artiva 以及 Elza 上面看到的这些安全配备呢 例如讲 SA 3.0 例如讲这一个带 Stop & Go 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360度环境镜头呢 都会出现在这款 D66 B 的身上 所以可以看出这款车的安全配备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如果它真的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 我相信又会是另外一款爆款车型 关于这辆车的内装部分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现在 Vios 的设计 其实自从 Toyota 或者是 DASU 呢 他们把平台更换成了 DNGA 之后 这个内装设计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Vios 的内装设计 双色设计 双层设计 64 色的氛围灯 这些功能呢 都有可能出现在新一代的这一个 D66 BMPV 上面 而且还会有电子手刹车 最近 Pro Duo 真的是玩配备玩疯了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车款 它们的安全配备也那么丰富 甚至是一些我们讲的 Changi 的这些配备呢 也非常的多 所以这款车肯定会在市场投下一个震撼弹 如果说到那个时候 Proton S50 还没有改款的话 那么它可能就压力三大的 不过这个 D66 B 呢 它也不是完全都胜过这个 S50 啦 它还是有一些细节 可能会被吐槽 也就是它的引擎通力配置部分 这款车居息会继续搭载 这个 1.5 公升的 Dual VTi 自然进气引擎 匹配 DCVT 变速箱 引擎的规格跟 Elza 一样 106 PS 或者是 104 HP 风格扭力表现 138 Nm 这样的引擎通力配置呢 如果你在市区驾驶的话 其实是非常足够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 Performance 你真的是要去跑山路的话 那么它可能会有点力不从心 在这一点的部分 Proton S50 其实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因为它们的最入门版本 也是 1.5 公升的涡轮这样的引擎 马力也有 150 PS 左右 所以这个动力配置部分 可能会是这个 D66P 的软热 可是呢 这款车还有可能会添加 这个 1.2 公升的 R11V 混合动力版本 所以我其实还是蛮期待 Pro Duo 的混合动力车款 因为实际上 它的新一代的 1.2 公升混合动力系统呢 在日本好评炉潮 而且这个 Altiva Highway 呢 也有限量在本地提供 300 辆 所以呢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Proton S50 真的是在 布局混合动力市场 那么这个 D66P 会不会有混合动力配置 拭目以待 Bro 你的车我帮你拍完咧 不过你的车要没有油了啦 我又不懂你平常搭什么油 所以就没有帮你打到 哎呀 我打油当然是打 DH Petrol 啦 它的 Infiniti Ron 95 跟 Ron 97 呢 达到了 Europe 4M 的标准 而且它的汽油还蕴含三大元素 第一个 改良的摩擦改进剂 第二 增强使用俯视抑制剂 第三 优秀的累积物清洁剂 可以降低摩擦 停止公油系统生锈和保持性戒 给你更好的引擎动力输出 而且它的添加剂比标准更高一倍的 800ppm 可以给引擎提供绝佳的保护 哦 怪不得你只打 DH Petrol 啦 因为有那么多好处的 那我也快点去打啦 当然 因为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嘛 这几年 Prodo 在这个 SUV 市场 确实有很多的布局 不过呢 详细的上市之间 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 可能会在 2023 年再有 2024 年左右 因为在 2023 年呢 他们还有一款重量级新车 也就是全新一代的 Asia 即将发布 所以我们相信 Prodo 可能会把这款新车 推迟多一年才发布 但是无论如何 这款车还是一款非常值得期待的新车 你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发表你的看法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见 拜拜